Good morning everyone, I'm a happy grandma Jenny 大家早上好,我是快乐姥姥 Jenny 咱们又见面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一定是洗脸,刷牙 好了 那快乐姥姥就要刷牙了 自从今年5月份,我买了这个牙刷以后 我真的就跟这个牙刷解下了不解之缘 而且中间还发生了一波三折的故事 等我刷完那牙,我会把这个故事慢慢的讲来 而且一定跟你有关系啊 哎,你发现什么了 快乐姥姥,你怎么不用牙膏啊 是的,我这个牙刷是不用牙膏的 自从买了这把牙刷 刷牙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因为这个牙刷呢,不光是把牙刷得很白又白又亮 把牙缝里的东西清得干干净净 什么牙签,牙线,通通都不需要了 更重要的是,它连牙结石都可以清除的 这个我在上次的那个视频里都已经说得很清楚 刷两天以后,牙结石全部脱落了 于是呢,我就做了一期视频,分享给朋友们 这本来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一贯信奉嘛,快乐越分越多啊 好东西越分越多,让更多人知道去享用 然后呢,两个月以后就开始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都喝咖啡啊 我的牙呢就比较容易黄 但是有了这个负离子牙刷,冬二蕊 我根本就不害怕了,我的牙一直都能保持很白 但是两个月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的牙不白了 怎么回事呢?我拿着牙刷一测试 发现牙刷没电了 没电了,负离子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于是呢,我的牙就开始变黄了 我说这不对啊 我仔细研究了,研究说明书 说明书上说是一天15分钟可以用一年 这个电,而且电池是不可更换的 哎,我就想那不对了 这才用了两个月,怎么就没电了呢 于是我就又去了一趟呆走 找到了这个牙刷的说明书,看了一下 的确是每天使用15分钟可以使用一年 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向他们反映了一下 人家毫不犹豫地给我换了一把新的 当时我就说,我帮朋友买了很多呀 包括我,我的国内的亲戚朋友啊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还有我的那些小朋友们 还有这边的我的同学朋友 我帮大家买了很多 我说他们的如果遇到问题怎么办 人家说谁的出了问题 你都可以让他来找我 我说OK,就这样 这把牙刷我又用了两个月啊 相安无事 运到两个星期内 我接到了两个朋友的电话 他们都是说,快点姥姥,我这个牙刷怎么没电了呀 于是我就给DESO打了个电话 把这种情况向他们反映了一下 已经出现了三次了 如果是只有一次的话 那是可能是偶然的 我想啊 但是真的是使不过三啊 有三个人问我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值得跟你们反映一下 因为一个优秀的商家呢 他一定会非常重视消费者的体验 也非常重视消费者的权益 你说是不是 像Cose 你是不是需要要跟你们的领导反映一下呢 因为这不光是牵着到我自己 主要是关系到你们商家的信誉 还关系到消费者的权益 朋友们都说 哎呀,庄姐 你那么热心的帮助我们 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怕给你添麻烦 我就告诉他们一定要好意思 因为这个事 既然是我来把这个事做出来了 哎,我做了一期YouTuber 大家相信我来买了这个牙刷 那如果出现问题 我要负责到底 我去问 我来帮大家解决啊 然后呢 他们真的非常守信用啊 三天以后就给我回电话了 他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牙刷已经卖了好几年了 质量非常好 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反应 以前他们都是用到了一年 甚至一年都还在用 都有点没有问题的啊 可能是刚好你买这一批的电池质量有问题 于是呢 他们还给我道了钱啊 说sorry 回收这些有问题的 然后给你换新的 哦 他们很乐意回收 然后换新的 对吧 对对对对 哦 那太好了 那那现在就是 我给你确认一下啊 那我的朋友们 他谁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让他去更换 好不好 嗯 然后你要跟你们的门店 都交代一下 然后呢 再买以后呢 那那以后再出现问题 还更换是吧 挺麻烦的 嗯 因为新的这一批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因为就是你们那时候 同差不多时间买的 那个货都是同一批 哦 很好 谢谢了啊 说就是你可以告诉你所有的 看了你的视频 来买了这个牙刷的朋友们 让他拿着牙刷到店里去 我们都给他调换 统一给他调换 OK 这个问题就这么圆满的解决了啊 我也觉得呢 嗯 我自己也很开心 因为这件事 我善事善终的把它做好了 也有人说了啊 给人家做这个广告 人家给你钱了没呀 我说没有呀 但是我做雷锋 做的也可开心了 因为这么多人 都因此而受益了呀 而且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又帮助大家解决了呀 所以呢 真的是快乐越分越多 好东西越分越多 出现了任何问题都不可怕 哎 但是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那就no problem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了 喜欢快乐姥姥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可以在下面留言 点赞 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吧 See you 好 感谢观看